拿渣 欢迎大家来到粤语娱乐 老公出轨 不止没生气 还无限容忍 在90年代的繁华时期 郭可盈凭她出众的演技和吸引人的外表 寻坐在香港TVB的四大花弹位置 她精心诠释的角色角色都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其中和陶大宇组成的电视情侣 更令观众垂言三尺 她们最完美的配合 令很多人暗指其冤 她们在现实中都可以修成正果 然而 令公众感到意外的是 郭可盈选了林文龙做终身伴侣 而这两个荒唐的无犯夫妇 她们婚姻中的重重不堪 甚至连荒谬都不够形容 为了包藏雙雙出轨的丑事 狠例的郭可盈甚至将经纪人牺牲 送她入狱 让她为夫妻两个的罪行负责 郭可盈和林文龙这对神经大挑的夫妻 给所有人想象的极端 郭可盈本身就是出身贵族的世公主 她的父亲是香港知名的素料大王国特昌 留本片全球 身价几十亿 郭可盈因为小时候长得得意 人又乖巧懂事 比一众兄弟姐妹更加得宠 嬌种之下 郭可盈变得叛逆 而这样的姓 你都注定了她婚姻会变得荒唐 凭着少有人能同之比美的背景 任性也成了她的特权 初中毕业后的郭可盈 没有继续在学业一途中心做 而是步入社会 开始了自己的人生旅程 她没有依赖父母 不求人 找到一份朝九万五的工作 然而 这份单调的工作 令她很快厌倦了 所以她转行 是一家普通的保险公司 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那时的郭可盈虽然外表嬌暖 内心却坚韧不屈 竟然在这项艰苦的工作中 成功熬过了一年 并签了百万保险单 公司立即仲视她 晋升她为保险经理 如果郭可盈坚持在保险业务中奋斗 很可能会成为那个行业的翘楚 然而 这位深思活跃的女性 很快就厌倦了这个行业的单调 以及日复一日的努力 自出生以来 只要是郭可盈渴望得到的 基本少有例外会失手 所以 再度过最初的新鲜感后 她开始尋味更具挑战和激情的娱乐圈 在那个时候 港姐选美赛是香港女演员的主要跳板 自信和美貌兼备的郭可盈 毫不犹豫地签名参赛 郭可盈报名时的年龄已经23岁 而在普遍刚过成人岁数的港姐竞争者中 郭可盈并没有具年龄上的优势 但凭着自己绝美的面容 她仍然在当年的港姐选拔中 成为了人心目中的冠军候选人 但最终结果令人违陷 人气爆棚的郭可盈 未能进入前三名 最终的港姐冠军 居然被班级了外表平淡的莫可逸 这对公众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惊喜 虽然在港姐选举中并未如愿以上 但这场比赛杨国可盈获得了曝光和名声 第二年她成功签约了TVB电视台 从此她成为了TVB女星行列的一员 甚至没有经历过配角的磨练 直接在《黄报倾程》这部剧女作为女主角出道 虽然这部剧并未引起太大的波难 但只隔一年 郭可盈就凭着在刑事偵辑档案的征赞表演 迅速走红 她在剧中扮演正直善良的高折 令很多人敏记了郭可盈这个名字 之后她接连出演了多部港剧 而明星大增 成为了TVB的当家女演员 而在她职业生涯顺利的同时 也遇上了她的珍爱1995年 涉制电视剧《万女长情》的时候 郭可盈和恶对成员林文龙的美好缘分 开始浮现 戏女的爱情过渡到了现实中 两人开始真实的伤害 然而 他们的感情并未得到公众的信任 去多人觉得空有名气的林文龙 无法同成功 富有背景的郭可盈匹敌 结果当众人都认为 这情会走向僵局的时候 郭可盈和林文龙却决定共享婚姻之行 并且结束了他们长达九年的恋情 这对夫妻在香港举办了一场相当奢华的婚礼 曾派出六辆豪华卢斯莱斯作为接亲车队 而在婚后 他们并没有停止展示他们的心情 甚至接受了很多情侣代言和写真 成为了娱乐圈女受尊重的一对无犯夫妻 遗憾的是 他们完美的恩爱人切并未持久 2009年 郭可盈的经纪人揭露了林文龙有私情的秘密 这位前经纪人称 林文龙在结婚前就已经是花花公子 并指控他在涉制等你回来的时候 曾和女主角杨公瑜过分曖昧 以及在车内和潘胜女子秘密相会 2002年在涉制界大欢喜的时候 他还被指控疯狂追求过女演员蔡绍芬 更猛烈的爆料是 结婚后的林文龙不单与董女士有染 甚至为了讨好他 购买了上海的房产和汽车 汪子奇还提出了证明这一行为的录音 声称林文龙曾主动承认背叛妻子 并表示要尋死 借此来向郭可盈求情 挽救他们的婚姻 而当时的郭可盈已经怀上了他们的孩子 而且三个月之久 证据摆在眼前 失除无疑 众人都在盼着郭可盈和林文龙离婚 然而尽管有清晰的录音和商片 郭可盈却坚决地保护他的爱人林文龙 并公开挡住了所有质疑的火力 林文龙则是辩解道 他和董女士只是尋常好友 并非所谓的第三者 他没有背叛妻子 然而在证据面前 他们的解释明显苍白无力 为了摆脱这场危机 夫妻二人联手设计陷阱 目标直指爆料的经纪人汪梓棋 郭可盈还欠了汪梓棋的佣金 于是他以此作为筹码 要求提交所有的证据 录音和商片的原版 等曝光事件中的物证交出后 郭可盈迅速支付了资金 然后转身报警 使汪梓棋已敲诈勒索罪名入獄 要在里面蹲上四年 对于如此冤壮汪梓棋万分不满 不断向上提出申诉 幸运的是在经过不懈的努力之后 汪梓棋成功地赢得了上诉 获得了提前释放 彼时的郭可盈 以为汪梓棋已经交出了所有的材料 因此对自由身的汪梓棋并无担心 然而汪梓棋远没那么简单 他早就看透了富有心机的郭可盈 所以留了一部分录音在手里 于是在出狱后的日子里 汪梓棋向郭可盈发起了激烈的反击 他先找到郭可盈的另外两位经纪人 与他们联手收集证据 目的是一起揭露郭可盈 与林文龙所隐藏的真相 而这两个经纪人为什么愿意合作呢 理由其实很简单 他们常常被郭可盈欺压 无法忍受她的大小姐脾气同行径 一顿操作之后 汪梓棋顾忌重施 再次迫出一段众磅录音 而这个录音 可以说是让郭可盈悔不当初 在这段录音里 郭可盈自博 她对林文龙一次又一次的背叛 从未放在心上 而且每次都会原谅她的出轨 原因何在 就是因为她自己和丈夫同样 个个心中有鬼 人人养小三 在录音里 郭可盈曾这样说 我老公犯的错误 我其实已经犯过很多骗阻 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 原来当年郭可盈曾和马德忠 李克勤 张志林等众多男明星有过匪民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段 就是她和李克勤的故事 两人在合作拍戏时成为朋友 郭可盈甚至把李克勤 称作娱乐圈中的自己 在那个时候 郭可盈和林文龙虽然已经深陷爱河 长达七年 但尚未成分 而李克勤 也正在和港姐冠军奴素 亲戀着爱 看起来 两对戀人都要维护着自家关系 不想到郭和李 却在背地里玩起了两人世界 郭可盈甚至曾期待嫁给李克勤 而李克勤 也真心思考过要和她共度一生 因为她认为郭可盈是她的幸运女神 然而 他们最终都面对了现实 因为对未来和事业的担忧 加上不想成为人人嘴嘔的对象 再加上李克勤的女朋友 一直在她背后默默支持 所以李克勤最终选了分开 同时 当被林文龙质疑 为什么选李克勤的时候 郭可盈做了解释 《黑勤总能给我很多有价值的建议》 在她那里 我感觉到哥哥般的关怀 另外 郭可盈拍摄红粉时 白臂传出向张智林献殷勤的消息 张智林二 我要返家看老婆婉言拒绝 这先无让郭可盈之难而退 就禁对张智林失去兴趣 即使有婚姻的约束 都无法约束私交混乱的郭可盈 跟林文龙结婚后 她又和马德忠演起了曖昧的戏码 上演了婚外情 这些惊人的爆料 都是郭可盈的经纪人 正心整理后退出来的 这种情况之下 这些资讯的真实性 绝对做不成假 一次都清楚了 原来郭可盈能够包容丈夫林文龙 日复一日的外遇 是因为她亦有错 不管是结婚前还是结婚后 他们似乎都在维持各自独立的生活 但又在公共面前互相掩护 你先是所谓的默契 伤伤出轨才是真相 由于他们种种丑事暴露 引发的负面影响 夫妻俩的人气直线下降 工作机会也随之减少 不过工作虽然减 郭可盈并没有失去财务 反而是构置了豪宅 原因就是 他成为了家族事业的接班人 父亲过世后 他有幸继承了 价值亿万的资产和塑胶制造生意 作为父亲心爱的女儿 郭可盈在父亲临终之时 就答应了建父起家族事业 国家共有四个孩子 郭可盈是其中的次女 在家中排行第二 大者一直在帮忙管理家族公司 爹爹和妹妹 扎各自拥有出口公司和汽车生意 2010年1月14日 郭可盈在家洛杀医院 成功地生下女儿 从此生活重心就转到了家庭之中 而家家 郭可盈已经步入51岁 但保养的软鱼少女 和林文龙反归平凡的生活 夫妻二人作品先小 但家族生意的庇护 让他们过起了优雅的退休生活 他们享受陪伴孩子的每一刻 偶尔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这些日子远如画中风景一般的游闲 退一步来看 这对夫妻曾经历无数风雨 无论曾经是好是坏 忠究是一起刚过来 只能说各有各的路 既然简扎继续在一起 我们亦无需多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样的 我们下期再见